好了吗 就是方便机的电源 包括两个耳带机 还有一个切片机的电源 全部都从这里进来 再收据到切片机 到两个耳带机 这还有一个总的 总的到那个控制箱的开关电源 就好了 我先看一下 到时候你们外面接的电源线 不是这样走的 就最好装一下里面 不要让它走到外面 到时候可以门都关上 这里它是有号码的 这个比如 它是单向的220的电 三向就是一根线是火线 L1 一根零线 N 再一根D线 就不能搞错 包括这里的电源 都是到这里不能搞错 搞错的话 它会转路 会造成转路的现象 然后我们先拆切片机的电源 来我们先拆切片机的电源 切片机的电源是刚才 从单电机那边进 是吧 然后这边切到这里 这是电源的电源 然后我们现在要拆的是延滴线 包括这里积的线全部都给它走到里面去 本来就盖好 建柜门都可以关上了 所有的连接线都是 是码码都对应的 在包括连接线是一个切片机 两个矮带机的连接线 全部都放在翻边机里的 到时候你们到时候要接连接线 全部都是从翻边机那边拿出来接 就该对应的切片机的线 包括矮带机的连接线 这样对应起来就好了 这边拆的是这边地缘的线 码片机 对 这边机的布料那边的线 防感机线 包括这里号码都是对应的 对应在POC上 这里是那种信号线 这里是二十四伏跟零土 这样对应接就行了 两个不要搞错 对应来说 倒了蛋白